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人有骨气 骨松无上升 骨质疏松就像健康的引擎杀手 民众常常往往要等到自己跌倒骨折 才发现自己有骨松的问题 到底做人的骨气应该要如何维护呢 现场邀请到三位来宾跟我们一起讨论 骨质疏松在于它一旦骨折以后 你的生命的代价是非常悲惨的 而且不但伤害了自己 而且连累了家人 造成经济社会的负担 所以预防骨质疏松 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 后半段里非常重要的课题 预防骨质疏松需要全民运动 锁定我们健康日记 让我细细告诉你怎么样健康吃 让你的骨头强化健康 以前这段好像年纪大了 再来担心骨质疏松的发生 现在听说连年轻人甚至少 朋友都可能会发生 那今天感觉这是全民的议题 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全民的议题 所以大家第一个联想到 就是说你一定要多喝牛奶 才可以预防骨鬆 营养师这确实牛奶 有这么大的功效吗 从小就开始 说实在话这是一个大的误解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有一个哈佛的大型研究 发现到说牛奶喝多的 喝多的国家或地区 反而它的骨质疏松有可能变多 这是为什么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是说 动物性蛋白质像牛奶丰富极了 如果动物性蛋白质过量的情况下 是反而会让我们的这个骨骼的 骨钙的流失出来 去帮我们平衡掉血液里面的 这个因为动物性蛋白质 太多吃了变成血沉酸性的 然后为了平衡这个酸减脂 反而让骨质流失多 所以这个哈佛这个大调查 就发现到说 其实很多很多国家跟地区 牛奶喝很多 就骨质疏松也跟着很多 就是把牛奶当水喝的国家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的骨骼强化 过量是不行的 有一些动物性蛋白质也是一样 那除了牛奶 我们刚刚说不能喝过量 可是其实我们在坊间 都有听到说喝秋葵水 对我们的一个 秋葵水是把它切开之后 对对对 像我妈妈就会用那个秋葵 然后把它切块 然后泡成水让我喝 就早晚各一杯 那不知道想请教黄养养师说 这样是可以预防骨质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秋葵的成分里面 它钙子不错啊 然后而且这个大概是六根秋葵左右 你大概得到快要将近一百毫克的钙 然后它的钙领比也不错 然后还会有一些的纤维 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食物可供选择 比方说芥兰菜啊 它的钙含量超过两百耶 更高 是 所以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吃出一个健康的骨粉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进行 不一定要完全只靠秋葵 所以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但是我们还有听到 在网路上有流传一个 还蛮有趣 他就是说大肌骨的人 就是类似像我比较不容易有骨质疏松 华医师真的是这样吗 就不对了 因为你的骨头会变成大肢骨 大肌骨 是因为可能因为你的运动 可能是因为你的体重 可能因为做职业上的压迫 譬如说做工人拿锄头的 他右手一定比左脚锄 可是你晓得 他在受力的部分是硬的 可是他不受力 比方绝对是软的 所以你大肢骨头 你说是比较不容易骨质疏松 这是局部的看法 但你如果整体上的看法 他如果本身 他的营养是不良 他本身 他本身运动也是不够 他本身也是一个高危险的族群 都会捕食他的骨本 捕食骨本 大而无当 可能会发生 大而无当 所以我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 不要只看我手部的骨头 好像大肌骨 就以为自己安全了 对啊 就是好像人高马大 但是什么年纪上年纪以后 我就发现老肚子 然后他其实那个背 好像是越来越停不直起来 所以说看起来是大肌骨 结果我先撤出来是骨松 骨松 所以像这种情况 门诊也很常见 这门诊的话 一般来讲 其实在骨质松 占我们差不多25%到30% 以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三个就至少一个 或是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他来可能告诉你腰痛 突然的腰痛 我顺便跌倒 没有 只是最近背一直在痛 而且那种痛的痛苦 跟椎间盘突出 腰到神经痛苦不一样 它是定点 而且局限 而且重复的跟你抱怨 重复的跟你抱怨 所以他就等于一直痠痛 一直痠痛 一直在刺激这样子 对 因为他只能面对地球的重力 他就要承受痛苦 而且如果他只要用力 他就再继续垮掉 所以一直恶性循环 所以他来的时候 你真的表情 你光看这个 一个关节眼的 跟你骨子疏松 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 两个个性 一个痛苦难耐 痛不欲生 一个是告诉你说 我做事情 我做事情才会痛 我负重的时候才会痛 我做工才会痛 我动的时候才会痛 一个不是 我坐在那边我就痛 我日以肌炎难以成年 痛苦难耐 那网路的谣言爸爸 总来看今天的Miss Q 听说骨松要小运动 不然容易骨折 这是真的吗 华医师 这是假的 假的 可是你的骨头里面的 这个密度不是已经这么脆 你稍微动一下 好像感觉 他很容易受伤 对啊 很怕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请教专家 怎么样的运动 可以让你促进 你的骨头强健 怎么样的运动 会伤害你的骨头 所以你要把这两件分清楚 那一般来讲 如果骨质疏松的病人 我们最举着的例子 太空人上了太空以后 他每天做什么事情 他就在做运动 你看看苏联太空人 只要从月球太空站回来以后 他全部是躺在轮椅上 那个两椅上面 因为他没办法做了 所以因为他是 在无重力的情况之下 他骨质疏松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要展快一系列的 附件的运动 那最好的运动 就是有阻力的运动 有一点负重的运动 对 有阻力运动 马上可以让你肌肉的实块 跟容量增加 你的力量马上加强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让你的关节重新活动 一活动你就可以站起来 一活动你就可以防止跌倒 一活动你可以展开 你本来的工作 你可以做你本来的嗜好 譬如说运动 否则二线循环 这个做过实验的 你只要躺在床部三天 你要测革密度 它会减少 很差这样子 对 你光体力从精神上 从肉体上 你都受了折磨 更何况是骨头 所以我们知道说 如果你有骨松的人 是要做运动 但是要选对运动 而不是完全不做运动 对 那再来就是多吃香菇 可以预防骨松 这是真的吗 营养师 假的 香菇没效 可是网路传得贝贝痒痒的 说的是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 他们说国外他们分析说 维生素D比较高 但台湾的农业单位 就分输这个香菇里面的 这个维生素D 其实是很少测不太出来的 只充几量测到一些麦角固醇 麦角固醇就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晒太阳 皮肤表皮的胆固醇 会转变成维生素D 那其实那是动物身上 植物身上叫麦角固醇 那另外来讲就是说 干香菇其实不得了 干香菇你是吃的话 是吃一点点吃几朵 所以恐怕只有吃10克 那其实这个干香菇的钙很高 是因为它晒了 干掉了浓缩的意思 所以任何食物只要是干的浓缩的 它的成分就会变得很飙高 那是因为它浓缩的关系 当然是吃点香菇我觉得是很好 因为它还有很多的 就是一些多糖体等等 营养价值是不错的 那简单来说一下 你看一下下香菇里面 钙不错 可是它零也很高 零太多的话会妨碍钙的吸收 所以那个钙零比很差 也只有0.2 所以其实想要吃香菇来补钙 其实是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那如果真的要选择是什么 我听到房间大部分都讲说 紫菜小鱼干这些确实是比较好的吗 比方说像法菜对不对 钙也非常高 可是你吃的量是一两公克算的 比方你煮根的时候是吃一两公克 那食物成分上是告诉你说 一百公克的含量 所以我们千万就不要误解 以为说有含这么多 我吃这样一点点就很高 所以看资讯的时候 要看清楚它的计算的基准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什么都吃 都吃 因为刚才有说 其实运动是应该要有的 可是像我其实是驼背 所以我姿势已经是不正确了 那然后再加上我平常是不怎么运动 而且我走路很快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骨质反而会流失得很快 一般来讲 你自己会驼背 你自己不自觉 但是你有自觉 你也不想去改进 对 真的 真的是这个样子 这就不是身体上的问题 是你心理上的问题 对 所以你觉得 我上半身要能够挺得住 肩膀要能够平 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 你当然不可能24小这样子 你要把它培养成自然 所以你就要做低重量多次数的伸展运动 我示范一下 我们就要往上 往后外 我们的提肩胛肌 我们的三头肌 我们的阔背肌 我们的肩胛肩肌 这几个背部控制肩胛骨跟上臂的肌肉 跟你上半的这个胸腰部的肌肉 就整个得到伸展 所以你看我只要手举起来往后 所以你看我的肩膀 你看我的两侧的这个锁骨都是往后的 这个时候你整个胸椎跟颈椎都是素质的 所以你如果习惯了以后 你后面的肌肉群 就是我们核心肌群 避免驼背的 它就得到强化 这种强化也会变成习惯 所以你只要坐下 你就不会这样子 就不会驼背 所以只能靠工具帮忙 如果说我自己手这样子伸展 是有效的吗 效果比较差 重量 一定要做有阻力的 这个有重量 就是有阻力 那你也可以用橡皮筋来拉 橡皮筋 对 左右拉 也是一样有一个阻力就对了 那一般来讲 我个人我是主张用晚部的沙袋 或是保特瓶 750cc的 一边各一个 对 一般一个 所以你知道我说往上缩回 往上往外缩回 你只要定好 你一天譬如说500下 或说我不管次数500下 我做连续30分钟 500下我可以一天累积 30分钟 我不敢做多快 或多慢 我给他做完成30分钟 一定要有这种计划 否则你只是硬紧的 那不过持续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所以要定计划 定计划 一个是次数 一个是时间 所以看电视的时候就一边做 对 就开始 30分钟节目做完 正好做完了 对 男生不用太得意 骨质疏松 这样上也胜 一旦有没有骨质疏松 你一定有特定性的原因 不可不胜 根据世界流行病学显示 骨质疏松症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的重要流行病 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一般而言 40 50岁以上的民众 就有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除了每日摄取 大约1200毫克的钙质之外 也别忘了补充 可以促进钙质吸收的维生素D 适度的晒太阳远离骨松 预防骨松除了补钙之外 还要记得晒太阳 可是刚刚影片当中有提到说 我们一天 就是这个钙质的摄取 要达到1200毫克 那哪一些食物当中有含这些 然后我应该怎么补 说实在话1200毫克有点远 就没有概念 简单来说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刚刚说有一些高钙质的 一些蔬菜类 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要吃到1200非牛奶不可 然后现在有很多的牛奶 是高钙牛奶 确实是没有错 高钙奶粉泡的一杯牛奶 一杯奶就快要500毫克 大概就已经把一天的需要量 满了快一半了 但是很多人 其实台湾人很多人是 喝牛奶会拉肚子的 对 牛奶是有问题 然后现在有很多的迷思 认为牛奶的问题多多 所以其实没有牛奶 也是可以有一些方法 举个例子来说 你每天 首先第一个蔬菜量要吃够 所以我建议一天 要吃到三碗菜 三平碗的菜 那三碗菜其中一碗半 你就会选择高钙的 比方说我们像红线菜 芥兰菜 地瓜叶 或是海融 或是空心菜 或是青江菜 甚至绿豆芽都不错 所以你就有一碗半 是吃到这些菜 那另外的一碗半 就各式各样的菜 这样子加种起来 你光光这个蔬菜里面的钙子 就大概已经有四五百了 但更重要是说 在吃这些菜的时候 最好还是可以 有一些维生素C 比方说你会吃水果 那餐前餐后吃水果 然后帮助这个钙的吸收 会更好一些些 所以它在吃的时候 假设有一些人可能来不及 所以我要一口气 把它吃到一千两百毫克 它这样子是不是身体 会没有办法马上吸收呢 其实比较好的方法 是分开吃 因为我刚刚说 这一天吃三碗菜 那三碗菜的时候 你可以早上一点 早上如果没办法 起码中午一碗半 晚上一碗半的菜 那这个时候盖子是分散的 然后有维生素C 就帮忙它吸收得更好一些些 刚有提到维生素C是很重要 而且另外维生素D 我们也应该要摄取 那我就可以被请教华医师 我们从哪里吃 可以摄取到维生素D 因为它本身它是属于一个微量的东西 所以才改成国际单位 那理论上来讲 这个世界卫生组当然是希望 大家能够每天吃 这八百到一千个国际单位 那可是这个也牵涉到一个 我刚刚提过 生物的转换率 所以它这个剂量 只是一个概括的一个剂量 因为当中它牵涉到你肠胃道的吸收 和你本身潜在性的这个疾病 所以你这个量子 维持你的剂量而已 就是维持一般的 不是说它会给你增加股密度 它是防止你流失而已 也就是说你还是食品 所以你如果不再加上其他的运动 譬如说晒太阳 你吃的坦白讲效果不大 那维生素D里面 当中里面它是需要活性的 是要D3 这个D3里面最重要的是 维他命D是从皮肤里面去制造 最后经过一个肾脏以后 变成一个活性的 它才能够把钙从肠道里面 吸收到我们血液里面去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藕合器把一个钙抓住 所以钙你光吃 你没有维他命D3 是没效的 所以它是焦不离梦 梦不离焦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现在有一个资料就是 我们骨质疏松 其实是全球第二大的流行病 它是不是也跟我们年纪也有关系 台湾在2009 做个流行病的调查 就发现到 我们百分之三十几的 已经是确立了骨质疏松的 三十几很高 可见我们国民饮食的营养 我们不是缺乏食物 我们是可能是偏差 可能是个人其他潜在性的疾病 或是危险的因子 还是存在 所以这个是流行病非常重要的 预防重于治疗 因为治疗就是治疗骨折 那就是另外一个路线 所以你要过得很健康 那骨松的高危险族群 有哪一些人 第一个 你的家族里面 曾经有过低伤害 低能量的骨质疏松的骨折 你的父母 不管男跟女 都一样 另外一个 你可能很早就停经 再加上低体重 太瘦小了 对 另外你可能是肌肉减少症 就是说你可能其他的原因 你可能胃不好 或什么情况 肌肉非常地少 你没办法保护你自己的关节 所以你容易跌倒 因为营养也不能吸收 所以你怎么会有钙质在沉寂 在保护你的关节 另外一个 你可能接受一些其他 譬如说副甲状腺 甲状腺 这种的手术 造成你对钙质的代谢 跟平衡跟维持 产生了问题 所以这种 有明显的续发的因素 也是你的高危险群 还另外抽烟 喝酒 台湾最可怕的 多少人失眠 多然是暗夜里面 睁着眼睛到处望 另外一种类固醇的滥用 这也是高危险群 所以我们要抓住的这几个 几乎可以在流行病险定的 它已经是将来只要不小心 超过一定的股量减少 它就是会骨折 这种会带给个人 家庭 社会 还有国家卫生的负担 是非常沉重的 常说男性其实是硬汉 硬汉的话它真的得股中的几率很大吗 如果是在停经济左右 男生看起来是好像比较少一点 跟女生来讲应该差不多有 一个是一帕一个是差不多 6点几到8点几个是%的这个差别 可是男生只要在65岁以前 你体检你发现了你有骨质疏松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 一定会有潜在性的问题要查 最长线是男性的功能降低 因为你里面的睾固酮 或是说那些性腺的这种荷尔蒙不够 没办法保住你的钙 其实它跟女性基数 在保住妇女停经期之间 保持你的骨本 保持你的胶脂纤维 那控制你的血管壁 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男生不用太得意 骨质疏松再用上女生 一旦你有骨质疏松 你一定有特定性的原因 这跟女性属于一般的 跟男生有特定性的问题 潜在性的问题在里面 不可不慎 当你有这个动作习惯了以后 你肌肉的直块 你肌肉的强度 你身体的活动 你都适应了 你就可以避免将来的跌倒 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其实透过一些小测验 就可以发现 花医师怎么做 我这边有一个 我们中华民国 2015年台湾成年骨质 骨质疏松密度 防治之共识及指引 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指引 那当中里面有一个 就是这个图形 就是亚洲人骨质密度的自我评估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把你的体重 你只要把你的年纪输过去 你就可以得到 你有骨质风险的几率有多少 譬如说你如果是60岁 体重你是非常低40的话 那你马上跳到红线 所以年纪大低体重 你马上跳到红线 而且这个几率呢 是高达百分之60 也就是说你跌倒10次 你有6次机会 你会骨折 所以这个是告诉你一个几率 也就是要避免你跌倒 产生了骨质疏松性的骨折 因为骨折的治疗的代价 是非常的大 这是一个我们台湾 骨质疏松学会 跟国际骨质疏松学会 共同创立的台湾的特有的FLAX 也就是骨折风险的评估 那这个评估呢 这个我们是得到国际的认同 所以我们的国企也就列在上面 那这当中里面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危险的因子 一样一样列上去 你试你就写是 没有就写否 如果你的骨密度 你没有测也没有关系 你就不用填 当你把你自己的问卷 这样输上去了以后 你就可以得到你主要骨折的风险 或是宽部骨折的风险 我们刚刚有把这个新填的资料 输入在里面 花医师您帮他看一下 他未来十年的一个骨折的风险 是多高 按照您所输入的这个 data的这个数据 您是1.4 那您宽部的骨折是0.1 所以肌力是很低的 真的吗 这是好消息 所以你平常应该很在意 你自己的骨折的健康 对对 除了妥备之外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如果这样子 你是属于高危险群 我们就会建议你 可能要积极的治疗 同时你可以找出 你潜在性的原因 因为那个原因 可能跟骨头没有关 可能它间接地伤害你的骨本 造成你骨头非常地脆弱 产生骨折 所以这个工具非常地重要 营养师 我们存骨本 要从小开始存起 怎么做比较好呢 说实在话 我们刚刚说了一大堆 怎么样风险 所以赶快赶快来先试看 到底可以怎么赚 其实只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蔬菜要吃够 每天记得高盖的蔬菜 吃到一碗半 然后第二件事情 你要强调一下 比方说每天就是一杯豆浆加黑芝麻粉 然后你可以吃一些些豆腐豆干 这样子是很均衡的 第三件事情是维生素C跟维生素D 维生素C就是水果要选择 维生素C高的水果 帮助我们的钙的吸收 比方说芭蜡或是奇异果 这些 对或是一些橘子柳滴 维生素C都不错 那再来每天晒太阳 夏天冬天 四季晒太阳的时间能够做得好 然后强化运动一下 我们的骨本就可以照顾得很好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肉不要吃太多 你的骨质的流失太严重 所以除了存骨本之外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要预防跌倒 华医师 我们储存骨本 就是在你跌倒的时候 你有本钱而支撑的主重 可是我们都知道 骨头它本身是不会动 所以靠肌肉 因为我们酌疏的受伤除了脊椎以外 在周边的话 最常见就是宽骨 宽骨的话 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几 都是属于咕咕颈的骨折 咕咕颈的骨折 是关节面的骨折 断掉了以后 如果程度重的话 几乎都是要换掉 那如果说有一些 因为它是微小的骨折 断掉 不注意 病人慢慢卧床 到最后产生泌尿道的感染 或是肺炎 到最后导致死亡 或终身残废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为了训练下肢的肌肉运动 我们可以采取 譬如这是一个平板的 我坐在上面 我把我的膝盖的弯处 对 支撑在这里 尽量这个往前伸 顶住膝盖线 这时候我用一个两公斤的沙袋 我只要这样练习 这样练习 这是我不用负责我的体重 我只要全心全意 利用我的股市投机 还有我底下的肩骨的肌肉 来做一个伸展 来做一个整个下肢的肌群 的这个活动 因为毕竟我们左路是前跟后 可是你看我现在做的运动 是前跟后 当你有这个动作习惯了以后 你肌肉的直块 你肌肉的强度 你生理的活动 你都试验了 你就可以避免将来的跌倒 我最后路是前一步的 你肌肉的肌肉的肌肉 你肌肉的肌肉的肌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